走入街市 經過魚檔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是本地魚 本地魚有幾成的 但大多數是靠內地 三四成都有 本地魚不多 那這群漁民如何賺食呢 出了幾成就為了脾氣 便可以做 這裡滿意嗎 當然不滿意 有多少東西 一百多斤 有味 一百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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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便是前半 這次我們就試一次做漁民 看看他們怎樣靠天吃飯 大家好 我是MM的阿朗 有人經常說香港漁業適味 但其實香港還有漁夫 不過不知道他們現在還有什麼魚去捉 這次試一次 我們就去試做漁民幫工 看看這群剩下來的漁民到底有什麼做 現在香港有大約一萬名漁民 一年平均有過七萬噸的漁獲 不過平時大家在避風塘見到的漁船 原來未必可以是香港暴漁 這隻船在2012年禁止拖網開始 就不可以是香港捉魚 現在能夠在本港水域捉魚的船 主要有兩艘船 其中一種就是刺網船 將漁網深夕放入海裡 魚就會因為穿過漁網的時候卡住了 而捉到魚 另一種就是避網船 利用光吸引魚群 再落網包住他們 先看見眼前有一大漁網 但你們是不叫這個做漁網 你們叫這個做什麼 菇 但我看到你的菇是有不同顏色的 有沒有分別的 是價錢問題 這些是十多元一斤 那些是五萬元一斤 五萬元一斤 這些是五萬元一斤 這些是膠絲 這些是泥龍浸的 加上魚群 那張網的結構問題 線問題 蒲水 紅色這些是浸水 浸水的意思是會沉下去 對 上層應該要粗一點 還是下層應該要粗一點的魚網 埋浪一下 因為一攪拌的時候 如果有魚多一點 就會墜下去 墜下去 墜下去 它叫屍頭 是南丫島漁民 現在還有六七個伙計 會跟它出海 圍網捕魚找食 我們經常說魚葉色味 但反而它這類圍網船的數量 在十年前就多了些 有單拖 有雙拖 有些 有些 就是 我們玩頭髮 之後禁了 做幾年 所以有部分這些魚船 就變成圍網 圍網 或者燈光 跳火和圍網 都大概一百 一百手 在香港 有五六八手 五六八手 香港仔也有一隻 西貢有些 南丫島呢 三隻 通常是一家人 或者是叔伯兄弟 親民車有這樣做 現在就不是 現在有些人找到吃 一個人請 有內地的漁工幫忙做 你一個是香港人 就算是一隻一隻船 或者是兩個一隻船 或者是兩個一隻船 朱鑾 你真了 爆火了 幫忙找一個 然後再買一陸 正常呢 起碼有二十來人開的漁工 我們一萬多元很開心 我們不要求很高 船勢你做不到 我們現在正在向石排灣出發 準備開始錄三次故 希望我們今晚都可以順順地來 所以 捕到多些魚去香港仔那邊 多放一點 獅頭 我想問一下 這部機器是什麼 這部魚橙 怎麼看法的 這是魚 這是魚來的 代表下面有魚 有 小魚 因為呢 這些浮水魚來的 這裡只有八米水 這麼可愛的 真是魚的工具 獅頭這一類 屬於近岸續劫的漁船 一半出海只需要七至八個人 獅頭在船頭室掌舵 其他船員就會各自準備定 待會逐雨的工具 剛才師傅正在製造這個燈 我剛剛問它是什麼 它這個會綁在這個菇 看到它斬著斬著 浮著眼燈 方便它們起菇的時候 就找到一個頭 因為魚群通常都會在油光的位置聚集 魚群通常就會早一晚 用幾架載著燈的快艇 開著燈 停在預計會落網的地方吸引魚群 先找個出南尾 船頭大約會有五個人 他們就要分別兼顧落網 收網 起於等的工作 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 應該是跟上網 上 中 下 三部份 去分好網 下到來的時候 都會是一個整齊的樣子 所以我的責任就是 盡量把橙色浮球拔下來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而且我發覺做這個位置 要有少許默契 不能太慢 否則 其他師傅已經拔掉那部分 我還沒拔 那部分就會被人搶到那邊 這樣就做不到事情了 但就是這樣 這樣就跟不上了 整個網大約二百米長 如果不拔好 就會亂七八糟 下次會落菇 這就是黃花 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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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會大一點 下午便有魚仔 首先便有草靶 有很多大口膠 如果這樣說 今天捉到甚麼應該是最好的 捉到蝦子便好 捉到蝦子便好 有蝦便有幾下斤斤 少許吧 因為我累的話 你要先站穩 先看看 而且我已經站船身 師傅他們站在網上做事 他們真的很難 現在拉上手 其實好像不太重 我就有點擔心 你們以前看起來 一晚要做多少次 一晚做六七次 一晚做六七次嗎 哇 我做兩三次都差不多 平時如果魚燒的時候 就不用用這個直的網 去捉魚上來 因為這個其實是基礦 我們大二三次 就比第一次下菇的時候 會多些魚 所以就要用這個直角的網 幫忙抽起魚 師傅門擠不用那麼辛苦 直接下一個空間 哇哇哇哇哇 就是很大條 很漂亮 哇哇哇哇 很大條 哇哇哇哇哇哇 那條很大條 因為要淋到差不多淋到天亮時 才賣賣賣最辛苦的就是 即使你下網後抽了六七次 真的不到你起那一刻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魚 其實我到這一刻都不知道 他們這三菇魚拿去香港仔賣賣多少次 但其實這些代表他們整晚辛苦完 他們說這是六七萬分的錢 這些真是辛苦錢 起完網之後 他們就會立刻按種類大小來分類 而在本地海茶之中 最值錢的就是蒼魚和黃花 而這次油苑雖然多 但普遍來說都比較小 所以不算賣到好的價錢 剩下這些青龍仔的魚 就會平價當魚糧地賣出去 還有今天最多的就是這些 油尾 他們會叫做 因為隨手拿也有很多這些小魷魚 你們剛才說 如果以前忙起來很多魚分 要分到何時 我們分到十多小時 分到十多小時 分到十多小時 現在應該四五小時就分五小時 你們通常看見什麼魚最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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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巴 鮮湯 餵魚就很開心 今晚就前半 你猜今天這裡賣到多少錢 兩三千塊 二三千塊 以前很厲害的時候 一天可以有多少 有多少 有幾萬 這些下閘東西 就叫做鮪魚 現在這些有八十元 七十元 有七十元 有青鱗 橫紫仔 什麼都有些 牙帶仔 賣不到錢 在南中國海捉魚的魚船 通常都是捉紅衫 木棉 牙帶等等的魚類 雖然因為數量多 令到他們每斤魚的均價 給本地魚相差幾至十元 但是薄利多銷 南中國海的魚船收入 有機會比本地魚船多兩至三倍以上 有沒有記憶上次出去那晚 有多少錢 只有幾百元 黑魚之前 七百多元一萬 你現在一千多元桶酒 就不是保護房子幾千 其實我們是三十多四十萬 一個月而已 除了伙計 一百元分幾元 分兩個多元 加起來 你便能買到數 就拿到魚棚做 晚上我們出去賺錢 多的 好天氣便找到你下雨柴 通常六點左右 他們就會把捉到的魚鑊 運到香港仔 有些就會直接拿去魚類批發市場 有些就會像獅頭一樣 賣給雙熟的魚箱 而他們的收入 還會受到一樣因素影響 就是優如期 或者很多人都會以為 香港是有優如期 但其實這個措施是1999年制定 涵蓋的範圍只限南中國海 所以好像獅頭這類 近岸作業的魚船 就可以照樣出海捕魚了 而那時魚小 他們的隔離自然買得更好 好 快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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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多 小蝦 蝦 小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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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多了幾十元斤 以前在大船拖著三、四隻燈釘去找食物 現在不是一隻船 現在大船十隻、八隻 現在這些船差不多是同泰 小的,太過小 現在船只有六、七、八船都沒有 一個月是過百萬 以前小船有大船,你哪個大船做 你想轉大一點 對,再轉大就在想著 黑仔,放在門外有冰 待會放在上面找腳 用腳 不用了,放在門外加上 放幾個腳就再煮 可能開本今晚看看有沒有 沒興趣像今天這樣 無法捏造吧 無法捏造,無法捏造 你要去虐很多 你不捏就沒有,只是在虐 捏有機會就不用去虐 做漁民是晴天游的 不落網何時不知道海海有東西 沒辦法 都要靠意志去做 誰知會為善 今天跟了私套出來捉獄 可能只有2000多元 我聽完後 還要6-7個火器燈 怎辦 真是為了不需要 最初我都以為私套會很失望 但到最後都說 黑仔 幫我放些汽車 我們今晚再試過 我覺得這應該是水上人 一種不服氣 不服輸的一種過程 今天不行 不等於我 明天不行 明天不行 不等於我 下次不行